各位想的啊,现在这社会啊,就是一个浮躁的社会,人人都是向钱看的,把自己的健康送贯挖,结果当老了,挣的我钱都上交医院了,我医院可不是个啥好地方,愿看医院向天堂,今看医院向银行,中间医院是牢房,不是提前契约房,健康是无形资产,不间是银行传唤, 疾病是逮换还换,大兵会倾家当餐,我把此言当调侃,逮到镇丝会以外,医院人多不降价,刀流医院追听话,让你缴钱你缴钱,让你干啥你干啥,心心酷酷三十天,夜租增个三十天,刀流医院才知道,缓完夜租一两天,心心酷酷几十年,一兵回到解放前,万岁填散重思墙, 没有健康真不行,日落携散人为老,咋尽死点刀吃炮,可把灯道退不好,让人否则走不了,外面世界真美好,快乐健康受烦恼,喜阳不回无限后,快乐一秒死一秒, 长寿的四大法报是啥,不是什么报奸品,夜没有啥灵胆喵哟,其实很简单,我说谁叫做炉唱歌,我说是长寿的第一要素,谁叫是长寿的第一大部,做炉是健康的最好运动,唱歌是心强愈愈的最好娱乐, 其实这最重要的饭是免费的,老天爷真是神奇啊,你说跳不跳,人家有365个学位,一年刚好365天,人家有私子,一年有私机,人家有12个经路,一年刚好12个月,即使有24经,一年刚好24个节期,人又起交,一个兴起又起天, 人又大自然,完全温活,所以,咱一定要准寻大自然的规律,一日自己在于晨,一年自己在于晨,祝各位幸福快乐,平安健康,